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 我是基隆如意教师圆如讲师 我们如意教师面临的是属于外幕山观光地区 欢迎路过或者专程来我们如意教师 我们来给你们访问 欢迎 今天我邀请我们的学员 两个都班长 一个是来让你们自我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如意教师三十届班长 李承香化 来师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如意教师二十八届班长 李继辉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了这两位顶尖的学员 来这边跟我们分享学艺的过程 我想请教一下香化师姐 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来到我们这个杨美如意教师 我本身是在私人企业上班 担任的是总务的工作也是基础的主管 那公司工作的压力蛮大的 那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人事管理的问题 那因为我家师兄很早就进就是在二十八届的时候就进中门 那我常常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很困扰 然后我看他用沾挂的方式替一些学员处理事情解决问题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所以有时候遇到工作上不如意或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会请教他请他帮我 那我就跟老师碰了就接触了几次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 因为工作事情都要解决 可是有时候没有方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想说 既然他可以指引我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可以 那有求有Bobby嘛 有许愿就会有成愿嘛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学学看 对 所以我就踏进这个中门 所以我就从初级班开始招事的时候 就慢慢进来学习 对 那我们再请那个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二十八届班长李继威 是什么因缘之下进到我们这边来 进来这边应该是跟老师这边学习 应该有五年多的时间 那刚开始也是一样也是透过一些传单广告的部分来讲 那刚好有这个机缘来过来这边 基隆如意教师这边来跟老师学习 毕竟的一些内容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香化师姐 你目前来学到 我刚刚有听说 有听你在说你很多的事情 然后都请你家的师兄帮你站卦 后来才自己来学就对了 你学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觉得对你最有帮助的是在哪一部分 最有帮助的当然除了工作的问题以外 我觉得其实 进入中门对我最有帮助 因为我是个妈妈 三个小孩的妈妈 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蛮注重家庭的 所以我觉得我来上课以后 我其实我所求所愿都是为了家里 爸爸妈妈小孩 所以我觉得最有帮助是求了一个平安 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是只是抱怨 然后我会找到一个比较可惜的 能够释怀的方向去走这样子 刚刚你有讲说你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妈 那么我记得好像我们的法会 3月26号的法会 我曾经看过你报名表 里面好像有一个跟你不一 跟李师兄 李师兄的姓其中有一个好像是跟师姐的姓 对 你什么因缘之下你会这样子去做 因为我娘家的爸爸妈妈 我们有四个姐妹 那爸爸妈妈从 我是长女 从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 受阿公阿嬷的那种指责责备 就是没有传宗接到 然后所以爸爸在我结婚的时候 就提出一个要求 其实平常爸爸对我们来说 都会跟我们说 没有男生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四个小孩过得好就好了 所以其实在我爸爸他们那一辈 女孩子 我爸爸不会因为我们是女孩子 只要我们能够读书 能够栽培我们 他都会让我们读书 就爸爸在提亲的时候 有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希望以后 如果在我们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如果有小孩的话 有一个可以来姓娘家姓 一样姓陈这样子 那我也很感谢我婆婆 他们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其实在现场 婆婆毫无考虑 跟我先生两人就说 好那这可以 这他们做得到 只要我们能力 年轻人愿意养小孩 愿意多生的话 他们都可以接受 那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你们同样在一个屋檐下 应该就不会分说 你姓陈我生日会不会 这不会 我婆婆其实 我婆婆帮我带三个小孩 那我三个小孩都不是去保姆家 都是在家里带 那很舒服 那婆婆反而对最小的女儿 就是她姓陈嘛 那反而是对最小的女儿最疼爱 她现在即使有点 老人比较失智了 她也会常念起那个小孙女 她都常常说 我家萱缺那一种没有来看我 这样子 对她反而很记得她这样子 对 这一个就是人家讲的 沉传方面都有这个观念 就是胎之善业 传宗接代 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时候 她自己的心态问题 她有没有什么隔阂 譬如说 我一个是阿姨和阿姨 对 阿姨和阿姨 我阿姨都洗你 我是怎么洗澡 她会不会有这种心理的负担 不会 因为其实 应该说所谓不会是 现在的小孩 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蛮独立的 所以她们都有自己的一片天 就是自己的生活圈 那她们彼此在家里也不会因为说 我姓陈或者是我姓李 互相去计较或怎么样子 然后有事情的话 其实哥哥姐姐什么的也都会帮忙 不会因为说我姓陈就怎么样子 我姓李就怎么样子 对 没有那样的区别在 那真的是一个家庭上的和乐 不容易 因为今天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隔代教养 会有隔代教养的 那个像譬如说她的女儿 女儿因为离婚 所以小孩子带回到娘家这边来 然后那个爸爸妈妈 就是阿公阿嬷 就会要求说 这个孩子带回到我家 你们是大人又离婚了 结果你孩子带回到娘家这边 所以在基本上 有时候小孩子他会不喜欢 所以我今天会问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在我们这个 禅宗接待的这个工作理念 这个信仰的理念里面 小孩子能够 好像不分彼此 也很不简单 那我要请教一下 那个李师兄 李班长 对于这个 我们拜公嬷 对于我们拜公嬷 你们家有拜公嬷吗 有啊 我们这次教育有个佛堂 都有 都有嘛 对这个拜公嬷 还有就是说你在拜公嬷的时候 因为你们家有一个 就是躺在外边嘛 躺在外边嘛 你拜公嬷的时候 你普通都怎样来把公嬷炳 这方面来讲我们 一般我们饼的时候来讲 我们是比较没有很特殊的 再去强调这一部分 这样子 你黏的时候 黏文書黏名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就是 就是一样 李某某 李某某 然后陈某某这样吗 大致上是这样子 直接就讲 那再请问一下 因为这个 人家说古早人 本来就有疼来疼去的事情 其实我们这边也是 在你们的家庭里面 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在拜公嬷的时候 你就像你讲我都没分 我都没分 我都同样 照顶就对了 那请问一下 你那时候这个最小的要 要那个疼娘家的性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仪式去做 因为当初那时候 人病还没有接触到我们这个中文 然后一般我们照以前那个 南部的那个传统习惯来讲 大部分就是几天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就要记得去报护口 然后他会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从母性 只要是我们南方这边同意 那这样就OK了 你也没有跟公嬷说 有跟公嬷病吗 这一部分那个印象比较 时间比较久了 你记得那里吗 对 其实这可以印证 我先来问这句话 我曾经碰过一个 他也是就是 就是抽地骨髓 人家说我抽地骨髓 过来 那让那个算说 大祖 大孙 大孙 抽回他 想阿嬷的生 然后呢 他也都没有做任何的仪式 结果呢 导致了说 就像我刚刚有问的说 你小你的 我小过 就格格不入 到最后呢 干脆 这个抽 那个娘家姓的那个小孩子 就搬去跟阿嬷住了 你知道吗 就搬去跟阿嬷住了 然后爸爸妈妈就疏离掉 疏远掉 可是住在同一个 同一个邻里里面 导致了说 他都不会去找他爸爸妈妈 然后呢 他就跟着阿嬷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这一个信众心理的一个Tone 他说 别别跟我们一起屋檐下 为什么我会被人家排外 所以你们现在的教育 我觉得是很OK的 这也就是说去除我的疑虑 这也是在教育 那请教一下 我想要给你们问一下 你们现在在拜姑妈对不 你们拜我们这边的姑妈 那边的姑妈有吗 你们娘家那边的姑妈 有去拜吗 我本来没有那么重视 我本来都是只是拜家里的姑妈 那就是入中门以后 老师有提到说 其实也要回去拜娘家的姑妈 竟然我女儿要旁那边的那个 所以呢 其实我们现在 我现在都会告诉我女儿说 因为她念书没空 那我都会就是 请她如果有回去阿嬷家吃饭的时候 或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会请她要烧香拜拜 对 或者是她有什么考试重要的事情 我会请她要回去拜拜 或者是 我也会请我爸爸妈妈 每天烧香的时候 就跟姑妈讲说 呃 陈丽薛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也会改变 这样就对了 这样 你觉得像这样来说 你还没有录中门之前 就是 反正想到才做嘛 你录到我们中门以后就是 依照奉行嘛 嗯 这个仪式我们就这样做 你觉得这个婴子 呃 自从你改变了 这个婴子有去改变吗 你有感觉吗 有 因为她会比较觉得 哦 以前在家反正就是搭一家人嘛 那她现在也会觉得说 哎 去阿嬷家 我也是阿嬷家的一辈子 然后对 然后再来是她也会比较 呃 其实 就像老师说的 姑妈就是护法神将嘛 然后我觉得 她就是在功课上面呢 从原本比较 她从原本 呃 没有那么精进 她这一次在考大学的时候 哎 她自己也都说 妈 我这一次考大学的入学分数是 我模拟考以来最高的一次分数 对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哎 对 她有勤劳 还是哎 对 当然就是 神明 哎 祖先也有保佑护法这样子吧 对 其实这一个 为什么今天我会问这件事情 重点是在于 呃 人家有说有败有保败 啊 相互民相互民败 双重的加持 这个绝对有绝对的关系 那我印象中好像 你有没有在诵经啊 哦 有 有诵经哦 对 哎 我记得哦 我们诵经的目的是在什么 在加持护佑 佛力牵引加持护佑这一部分 哦 像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你在诵经的时候 会因地制宜哦 是不是 你们叫了要高兴 还是要吃饱了 啊 对哦 来 我们说一个心得分享 哦 就是我诵经的时候 如果是小孩要考试啦 或者是考一些 证照啊 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特别 帮他们 呃在 考试前后啊 然后多 送一点金 虽然平常上班没空啦 可是遇到小孩或家里的人 有什么样的状况啊 我就会多努力一下 多送几步金 那 呃 像 小孩子 有我老大已经都住在外面 然后租房子什么的 他要搬家啦 呃 租房子啊 我也我也会请 呃 先生这边 就是帮 请我们西家师兄 帮忙看一下说 詹怪一下这地址好不好啦 然后 嗯 去的时候 我也会用老师教我们 大概看一下 有没有遇到壁刀啊什么的 虽然不 不是很 不是很懂 可是至少 哎 看得到的就想想办法 可以避除的就尽量避除这样 对 哦 我记得哦 在这个用意部分哦 战挂大部分都是 那个李班长你在 你在蹦嘛 啊 我很久没看到你报过了 你现在开始哦 如果有什么事情 还要继续蹦 啊 哎 因为 李师兄 他之前 也有在别的中门 学修过 然后 辗转之间才入到我们维新圣教 师父很慈悲 师父都这么开示 你以前在别的地方学修不要断 不用断 你继续学你的 那你进到中门来 你要学的是更精进 更精华 甚至你没有 有很多你没有学过的 这个都是你要学的目 目的跟目标 那 之前 有一阵子 我 应该这个好像是 半年前的事 还是一年前 一年前的事 我觉得 李师兄 这中间有一些过程 我想 你由那个 师姐 你来 你来陈述一下 哦 大概状况就是 应该 大概半年前 左右啦 就是我们家师兄在今年开始就有点 比较 精神没办法专注 那 也 比较没办法 休息 睡觉 这样子 他就是 比较有一些状况发生 那当然他 修 修行也满多年了 不管在我们中门或是在之前 那他也很专严在 研究有关于 宗教这一方面的 那我们今年就是发现他 有一些就是身体上状况不是很好 那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其实后来就是 他自己沾卦 也好像看不出是本人 后来是老师很慈悲 就是帮我们沾卦 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 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这个 他的问题 那 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 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这个 这个他的问题 那 老师也很慈悲 帮我们引荐了师父 那师父这边也很愿意的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有 就是 有到师父那边有跟师父约 然后师父有 就是 帮我们家师兄 做了一个领导的动作 那人 我自己本身也在现场 那其实 我看到师父就是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说 我只是觉得说 师父可以帮助我们 做这件事情 我没有 要怎么讲 我觉得前后的差别是 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我 找到一个人可以 解救我家师兄 可是你知道 当我跪在师父面前的时候 我自己会一直哭 然后我会觉得 我是 找到一个 那也不是要 我不会讲 你从一个 你刚开始觉得他可以帮助你以外 然后之后 你跪在他前面 请求他帮忙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是找到一个 救命恩人那种 他一定会帮助你 那其实 我家师兄 自从师父给他 就是 加持跟 做灵疗以后 那状况 真的比 之前 还没有去之前好很多 其实 连我家小孩 我们家小孩 其实 现在年轻人 不太会 注意这个 可是 他们也都感受到 我家师兄的一个进步 这样子 对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他是 最主要他是 二十八届的班长 那我班长的任务是什么 他是介乎在 老师跟 仙佛寺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 所有的学员的行驻坐卧 有出席 上课 或者缺席 或者请假 做班长的人 这是班长的 义务 以他的 他的那个服务的项目 那 我发现到 好像不对劲的时候 我就 直接就找 这个 陈思姐来问 然后陈思姐跟我讲这些事情 刚开始他只是问卦 只是占卦 可是我发现到他占卦 完全不对 占卦找不到重点 可是他看起来很正常 看起来很正常 可是占的卦 不对 就是 占的那个卦 我一看那个卦 所有的请示都不对 哪怕是他自己的事情 或者小孩子的事情 甚至 信那个 他的那个工 因为他是智慧长 所以他智慧 那个功德会会员的占卦 完全都不对 以前他不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找陈思姐 陈思姐在跟我讲说 就是在家里有这种状况出来 那因为我也知道他本身有灵修 那我实际上在讲说 灵修不是不好 有时候 你在 在灵修的这部分的话 要有明师指导 那我知道是他自己都在家里打 学打坐 后来我就跟他赞了个卦 一卦下去 这个不得了了 变成是什么 陈舌带关轨 陈舌带关轨 这就是什么 他不该 他不该已经有日清了 你知道吗 我就在想说 就在赞了个卦 知道他是已经有灵界 已经入侵到他的灵体里面去 他的灵体里面 我在赞了个卦 我在赞了个卦 就是说 有谁能够帮助 这个班长 跳脱当下的困境 结果快站出来 青龙带父母来 青龙带北母 我在想 刚才青龙带北母 有就是叔父而已 我还不信邪 我还跟他讲说 那么我再赞了个卦 就是说 如果在家里安元神灯 可以吗 结果 那个效果不好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透过我们的父阿师兄 转达师父 说是不是能够 帮我们这个班长 帮忙一下 那师父 因为师父一个人 要面对的众生 所以比较上他都会 比较有过滤过 尤其是干部 尤其是干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师父也对干部 一直都很 很疼爱有加 所以我讲的时候 师父马上就约时间 那 在他们 给师父加持当下 师父讲了一句话 师父就讲了一句话 今天我跟你家庭 这是 素氏姻缘 后面说话要再继续 有这样说 后面说话要再继续 他们因为他们是 第一次跟师父接触 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后面再继续 他 家庭后出来了 他就问我 后面还有什么时候要再见 我说不是不是 回来就要靠自己了 因为在那灵疗的过程当中 师父也看得出来 其实 也有讲一句 就是说 你们修行 要藉由这个肉体来修行 要缩缩缩 就是说 这个比较属于 实际味道 还要等于检修就对了 所以说 这个李师兄 就我们 出到外面来的时候 我就有跟李师兄讲说 那你回家要送金 要送金 祖先哭 生胸的依附灵 身上依附灵 速 回归 极乐世界佛境土 这样子 到目前来讲的话 那个李师兄 你目前来讲 那你觉得呢 你有没有在 那我们 再请李师兄 再 来了解一下 再说一下 你给师父加持过后 你自己本身的感觉如何 那这一次麻烦师父 还有那个老师的安排 然后有在 帮我做一个加持的动作 那其实自己在 宗教修行这一块来讲 可能是 自己的 太过一躁进 那有一些 比较 比较不得法 然后师父加持完了以后来讲 刚下来讲是有些感觉 那有时候 很多事情是 有些事情都是 储慕自己的一心 比如说心静不下来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起起伏伏 起起伏 那这个也是 我感觉是属于自己的因缘 其实师父都在讲 师父时常在讲 磨靠磨靠磨靠 这个是磨靠 这个是磨靠 磨磨靠靠 阿淑把你加持就是让你跳脱另外一个境界 你另外一个境界回来的时候 你还要再精进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坎要跳得过 那你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坎 一旦这个坎跳过去的时候 就是你再继续深造的一个部分 再精进的一个部分 今天非常感谢 那个李济辉 以及那个李承香化 两位班长 跟我们分享用意的书胜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用意人生观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来他们的记者 来自选快 они 了 阿弥陀佛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